中文字幕——YK 研究院七月份知事饗宴演讲会开始 我们请彭旭明副院长为我们主持 好 这个吴主任还有各位嘉宾 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兴能够请到我在台大的同事 这个吴俊杰吴主任 来跟大家做这个演讲 这个题目他取的也是很有诗意的 台风的史诗与科学兼重 然后副标题没有印在上 副标题大家手上都有 无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 OK就是副题 很有意思 那我再加一个副题是台风夜谈台风事 今天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回家 在开始之前还是要把这个吴主任介绍给大家 虽然上头也有 不过我想我们这个还是要这个介绍给大家一下 这个吴俊杰教授是1986年 毕业于台大的大气科学系 然后1993年拿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就MIT的地球大气及行星科学系的博士 然后到这个 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实验室 做博士后研究 那回来台湾以后 担心做这个研究至于台风的相关研究 那包括台风的移动强度 远强及降雨的动力机制 台风与地形及海洋的交互作用 并且做这个策略性的观测 就是追风计划 我昨天还问他 他们昨天的飞机又飞出去了 要到台风眼去观测这一次的速拉台风 等等 那研究表现当然是一级棒 2007年2009年 两次获得台湾国科会的结束研究奖 目前也是2009年那个国科会50周年的时候 也选为这个50项台湾的科学成就之一 那现任是大气科学系的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同时也担任美国气象学会的热带气象 及预风委员会的委员 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地球科学学会出版的 《套》的一个科学杂志的总编辑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吴主任 大家晚安 我是吴俊杰 要谢谢彭副院长的邀请以及刚刚的介绍 那我今天觉得非常荣幸能到中原院来 而且在这个台风夜看到这么多的我们科学界 或者是我们科普界的知音一同来跟我一起 大家来互动 那希望我今天可以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些科普的 跟台风有关的一些知识跟讯息 能给提供大家有用的 非常有一些帮助 那我简单就跟大家介绍 这个题目可能这个给的目标稍微大了一点 那我想到最后我在做时间的浓缩的时候 我想主要还是会以科学的部分为主角 那稍微如我的介绍也提到 我会把我过去几年前翻译的一本书的一些 拿出来当今天导读的题材 然后逐渐进入今天要谈的台风的主题 OK 那说来也是非常感动在台风即将到来的 这个暴风雨前的一刻的宁静 可以跟大家今天晚上聚在这边 如同刚刚彭老师所说的 希望大家今天满载而且平安而归 我想这个暴雨还没有到 可能不过明天晚上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 好那我就 就从马上要发生的台风跟大家讲起好了 我要各位可能注意到 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个台风就叫苏拉 就在我们台湾的东南的外海 已经非常的近了 只现在距离我们只有大概300多公里而已 那这一个台风逐渐在往台湾的东北角外海靠近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其实今天已经在东 好像在说七点的气象预报 那台风已经非常靠近台湾的外海 所以它的气流也引来在花东一带的降雨 特别是在宜兰到花莲之间 各位可以看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其实这降雨还会逐渐的增大 那这雷达回波可能主要看到这雨带只是外围而已 主要的雨带事实上都在台湾台风的南部 那幸好这些都还目前都还下在海外外海 那这是它的云土跟它的位置 事实上目前还有同时有另外一个台风 在台湾更远的靠近日本的这个方向 那这个台风会继续往西北的方向移动 好 那这个台风呢 事实上我们中央气象局也做了一些官方的预测 各位可以看到过去几天这个预测 也有做略微的修正 从原来是逐渐比较靠近会走向台湾的南部 到两三天前变成到台风台湾的东部 到昨天跟今天已经都修正到东北的角落或外海了 那不过虽然它没有可能不见得会直接穿过台湾 不过它在我们附近的话 这个威胁可能还是蛮大的 特别是东部东北部跟北部的降雨 事实上是有可能是会非常的高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留意 那各位事实上也可以看到 事实上不独是台湾的预测 事实上全世界各国的官方的气象单位都有做预报 然后再加上各国的电脑模式都在预测 目前大致上多数的预测都还蛮一致的 只向台风可能会靠近台湾的东北角 那可是这只是一个台风的中心位置的预测 可是大家别忘了台风本身是有一个大小 数百公里的影响范围的 哇 那新北市的请举手 OK 2比1 那其他县市的请举手 没有 不过我还是很感动大家都来了 不过我觉得有两个人可以帮忙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那就请看明天的这个专访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跟大家提就是我们台湾 我刚好昨天事实上刚从美国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 而且我去做了一个演讲报告 事实上那个报告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那个报告讲的是跟台风有关的研究 不过来了一个八十几岁的长者来听我报告 那这一个教授他名字叫做Wallace Broker 他是就是明天过后这部电影的整个科学理论提出的使者 也就是在谈海洋为什么他会有所谓的温延环流的这一个大师 那他在四十年前提出这个假说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不可 这是不可能的 结果现在他就是这个研究的最重要的一个议题 波尔非常Lucky 波尔主要讲的是我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 就听到我们的国籍的航空公司就在播放一首歌 就在宣扬国威就是介绍台湾 那他那个歌各位或许听过就唱什么 Ella Fomosa 有没有听过 台湾 will touch your heart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宝岛 那在数百年前四五百年前 这些外国人的洋船经过的时候 就这样称呼我们这个美丽的岛屿 那真的是很漂亮 也有很多也有诗人 用美丽的诗句来描述我们这个岛屿 有山有海有风有云 那都在这里面介绍了 所以非常的美 不过虽然我们是住在这个美丽的岛屿 不过当然也是这大自然的造化 我们刚好在一个环境比较多灾害的区域 那不可谓言的 我们住在这个岛的人也必须对这个要有一定的理解 特别是我们面对几个非常大的自然的灾害 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环泽太平洋区域的 这个整个火山跟地震带就在这附近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几乎是西北太平洋最活耀的这些台风的必经之地 我如果把这些台风曾路过的轨迹都列在这张图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台湾就在它的必经的 这个路径的算是中间点 那在南边一点的菲律宾其实也蛮严重的 我刚好在用餐的时候也跟一位 有一位听众是梁老师也提到他说他也受到台风的影响 影响到他去访问菲律宾的行程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菲律宾 不管是菲律宾或台湾就在这个 我就把它称为这个叫台风的走道上 那我不得不小心也不得不防患台风是会造成灾害的 而且我们在台湾有很多山 那有更多的因为山引起的降雨 那就自灾的可能就更大了 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外面的数据呢 灾害事实上这是一个许多 这是一个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一个报告 他把这个主要的灾害分为有六类 比如说包括地震 火山 那这个叫做吨石崩塌 那个是还有这个水灾 旱灾跟风暴 那这六个主要的灾害里面呢 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有百分之多少的人口 受到它的影响 我们台湾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 是受到至少两种灾害的影响 百分之七十三的民众也住在 有三种灾害影响的区域 所以我们是暴露在比较高风险的区域 如果用这一张图来显示 各位看到我们的颜色是 全世界少数这个最红的 The Red Zone里面 这是去年的一个公司的分析 它也凸显说 在全世界有几个经济活动 受到这个很严重的极端的灾害的 暴露影响的国家呢 那全球第四的就是这几个地区 除了台湾之外就是美国 日本还有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范台风这个问题 那因为我们就身处其中 那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台风了 那我们的确对台湾来讲 我们平均一年大概有将近四个台风 那会侵袭我们 加上跟它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很明显的 这平均这只是直接的损失呢 大概可以达到174亿新台币 那事实上也都有超过0.3%的全国的 国民生产的毛额 而在另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台风造成的灾害会洪水 事实上台风如果不来台湾还会有旱灾 所以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害怕它 可是又不能没有它 那这使得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是要非常的重视 我在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近年来台风洪水的灾害 对我们影响的一些变化呢 如果我们现在从这里谈起 在1990年呢 是那一年事实上是对台湾造成最多台风的影响的一年 一共八个台风 这是破纪录的台风影响台湾 那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的是 是 副院长 对 这是2001年 2001年有两个 其中有两个比较大的 一个是陶磁 一个是纳利 那那个时候呢 从那一年开始呢 台湾整个国家就做了更 更有规划的一个防灾的防范的措施 所以在后来有几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有许多剧烈的 或是暴雨的台风经过呢 真正造成这个有人伤亡 特别是死亡的人数呢 大量的减少 所以似乎我们那时候的主动的预警 跟这些危险区域的所谓的撤离的这些行动呢 都有帮助减少这个灾害 跟人员的伤亡 可是到了民国97年 就是过去四五年呢 这个人数整个又增加回来了 当然有一个特例是因为发生了莫拉克的风灾 可是无论如何呢 科学家去做了加以分析之后发现 这几年的灾害更多是属于所谓的复合型的 它是有很多不同的灾害的元素组合起来造成的 使得我们要去预防它的这个标准的程序 还要再更严谨 或者是要更跟上这一个灾害的变化 才能因应它 那我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各位可能都很熟悉的例子 那莫拉克的台风的这个例子呢 是说它发生了一个非常高的降雨量 在有限的大概三到五天的时间之内 那这个超高的降雨呢 各位可以看到 这从降雨的分布来看 就是说有长达好两三天的时间呢 降雨都非常的大 甚至有许多时候每小时的降雨是接近100毫米 那这个也就是10公分 每小时10公分 那连续下了可能数个小时或更多 那当然它带来 它在山上的这一些 我们的山这个涵养这个土壤 涵养这一些水的这个能力已经饱和了 所以造成那个过大的这一个压力在土壤之上 最后整个就是土石滑落或崩塌 这个大量的崩塌的这个崩落呢 就让这一个很不幸的这个栽潜 这算是一个还应当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的这个村落呢 后来变成小林村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重大的损失 那这是说很大很大的降雨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类型的降雨 是台风来的时候呢 是总降雨量不大 可是在它在很短的时间下了很多的雨 它平均呢在六个小时之内下了600毫米的雨 大概60公分的雨下在六个小时之内 那我们一般这个排水的系统是没办法因应这一种 所谓的非常快速的一个短时的一个大量降雨 那这个也会造成沿水的事件 那这一种雨如果下在台北市的话 台北市再怎么好的抽水机可能都还来不及因应 所以是一个非常挑战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些降雨的形态是非常猛烈的 在很短的时间带来大量的降雨 那再看这一个例子也是发生在两年前 各位可能也很熟悉的一个个案 梅基台风 这个有印象的请举手好吗 是不是记得如果各位注意到说 当初新闻有提到这个苏花公路 有很不幸的有两部游览车 刚好叠就是被冲刷到海 这个太平洋的这一个很不幸的意外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一样就是说 它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四个小时 每个小时都超过100毫米的降雨 那在这样的雨量之下呢 那也造成了大量的崩塌 那有一些像苏澳一带的这些区域呢 它的这个降雨造成灾害的问题 就被凸显出来了 那这一个事件 我们政府现在在管制这个豪雨 对这个对我们影响的时候 还包括对交通的管制都要处理了 特别是在这一种比较险峻的公路上呢 在降雨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 它的道路要封闭 来避免这一种不幸的状况的发生 那简单来讲 我把今天有关台风跟灾害有关的部分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节呢 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就是说 我们大概了解就是说 我们的大自然 我们台湾就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台风是有很可能自灾的风险 那这些风险当然主要跟降雨有关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包括地质的条件有关 可是呢我们也注意到 这整个社会更大的问题呢 是包含社会的变迁呢 人口的因为我们人口多 而且又集中 在因为土地的利用 国土的开发等等的因素呢 都使了地层下陷等 都让这个自然原来的风险的因子呢 更加的提高 那再加上呢 可能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现在科学界的一个很重大的议题 就是气候的整个变迁 那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冲击 这个冲击包括就是全球 我们所谓暖化的议题 这个议题可能也造成部分的台风 或者是它带来的暴雨 它的强度增强 那这些改变呢 都可能使得我们所面对的风险更大 特别是各种灾害还会复合 那这些综合的影响呢 就让我们暴露在更高的这些 所谓的灾害的环境风险裡面 那都要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这也是现在全世界 不只是我们台湾 都在重视的一个结合自然科学 再加上社会经济等等的一个重大的议题 那我想今天大家会来这边 肯定也是对这个议题非常的关心 那我今天刚好有机会遇到几个 刚好是中原院的同事 像中原院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也有一个研究的中心 叫环境变迁研究中心 它其中的一个重点议题也是跟这个很有关 那现在在中原院还在推动一个 跟这个我们的世界性的一个国际组织 结合的一个单位呢 它就是叫IRDR 它就是一个国际相关的一个 跟所谓的灾害研究的方式有关的一个研究中心 那有一个office就是办公室就设在中原院 那是我们的中原院的前刘兆汉副院长 正在领导这一个团队 我想这是一个重大的议题 还在不断的正在进展之中 我觉得在座如果有特别是有兴趣的年轻朋友等等 我想将来都有机会参与相关的这些研究工作 那我现在就开始进入台风的本身 那要介绍台风呢 我用这张图开始 事实上如果当然在座可能很少人有机会说 在台风的时候还真的跑到台风的里面 用飞机飞到里面去看台风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经验 就像这一张在台风的眼里面 飞在大概3000公尺的高空所拍的这个照片 所看到的景象事实上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们当然是说它 从科学角度来讲它是真的是一个beauty 我说这是美女 可是她当然也是一个野兽 那这一个这么壮观的一个大自然的现象呢 它带有许多有趣的科学的议题 我们大自然照理说 为什么它要产生一个这么巨大的野兽怪物呢 为什么平常风速就是每秒几公尺到十公尺 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不稳定 它会不断的争强到最后 每年在全世界的不同的一些海域的角落 就会长出这个巨大的所谓的风暴 而且当它转起来的时候是没办法停止的 最快可能风速可以高达每秒六十七十公尺 那基本上是可以摧毁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我们的树木等等 那它下起以来就像刚刚所介绍的 就有很多的暴雨 那这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 而且刚刚吃饭的时候 用餐的时候也刚好跟一位同仁聊到 事实上这个现象呢 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它可以持续多久 它怎么移动 它的强度为什么会增强 那它到底能增强到极限有多强 能下多少的雨 每一个科学的问题 都还在很多科学家的探寻之中 那当然都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事实上我们对这些 也有越来越多的理解了 那我当然今天就抽出 其中几个有趣的部分跟大家分享 那另外要提的就是说 台风的深层呢 最特别的地方是 只有在海上才会有 在够温暖的海洋上才会有 那它跟海洋有很密切的互动的关系 那这跟海洋的互动本身 又是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 自然科学的问题 也就是两个不同秉性的流体 空气大气跟海洋 一个密度很低大气 一个密度很高海洋 它们怎么去互相 风怎么吹动海洋 海洋怎么透过热量的交换 来影响大气的活动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在我们台风里面 它就 它我们称为是非常快速的 大气海洋交互作用 那各位在明天过后的这部电影里面 看到的也是大气海洋的交互作用 可是那个作用是一个更长时间的变化 我们海洋的一个可能是更长百年到千年的洋流的变化 怎么改变我们的气候的系统 那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有趣的大 的一个物理的或是自然科学的议题 那这个没办法详细跟大家介绍台风本身 不过我就顺道来跟大家 也应该比较推销 应该跟大家介绍 这一本刚好是几年前我从事参与翻译的这一本书 这一本书呢就叫做The Vine Wind 就是在讲台风 那在美国叫预风 那这本书的原作者呢 刚好是我在国外的指导教授 那他是一个这个领域的大师级的研究人 的大师 那也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那因为自己的老师出了一本 算是非常好的一个科学的书 我在几年前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就把它翻成了中文 就在这 所以有备而来 那如果各位想要对台风 有更深入的理解的话 事实上这本书也可能 可以提供给大家 很多有用的思路 那我就先把这本书交给彭老师 或许大家可以传一下 跟 没有推销的意思 大家图书馆都找得到 那我觉得这本书有什么特色呢 他介绍的台风呢 事实上有科学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从这个 我当初翻译这本书的灵感 而放上去的 他有许多科学的议题 可是他也夹杂了许多人文 历史跟艺术的层面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有趣 那值得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翻阅 那就好像我这里刚刚提了 我们今天的演讲题目 它有历史观的台风 有科学层面的台风 甚至文学层面 希望这个书可以给大家一个 比较完整的 不同面向的 这一个科学的问题 那我今天可以引用呢 就是事实上我们国内 我原来有看到今天的出席者里面 有位朱先生今天有来吗 是不是在人文历史研究所的 朱马龙先生 今天看到 我以为我有看到他的名字 在我们台大 我几年前 大概十年前 我有读过一本 历史系的同学的研究硕士文文 就在研究说 台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做了非常非常详细的研究的分析 那在我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 他也有对台风怎么来 还有美国的飓风怎么来 都有一些分析 那在古巴的地方呢 他们很早以前在加勒比海 就知道有这个飓风的现象的存在 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些神话的故事 来描述这些风暴的来源 事实上我们这个飓风的 这个hurricane的这个字呢 事实上就来自在那边的这一些 包括从他们的印加文化 一直到这一个加勒比海的这个文化里面 就有这样的智慧 那来描述这一个恐怖的邪恶之神 那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石头的图腾 后来都被找出来 那他们是认为他们 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这个风暴之神 那非常神奇的是后代的人在想说 他们当初所画出来的台风旋转的 轴背的方向已经是对的了 到底是巧合呢 还是他们已经可以从这一个被吹倒的 这个树文的方向判断出风 在整个北半球 是逆时针旋转的这个特性 那我们现代的整个标准的 这个科学界的台风符号 就跟这个一致是这样就这样被画出来了 另外一个跟我们东方有关的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 事实上这些风暴也在改变历史 在西元1274年 就是在忽必烈 也就是那时候蒙古的 算是他们的国王或皇帝 他已经统一了整个中国的江山之后 他的性质就逐渐转移到想要去 继续征服其他的国家 包括日本 所以在1274年 这个忽必烈就派他手下的大军结合了 那时候已经征服的朝鲜 有汉军蒙古军跟朝鲜 组成的这个联合大军十万人的军队 那时候是已经是不得了的大军了 跟数千艘的这一个兵舰进攻日本 那他们直接 当然第一线就是到九州一带 那这个船呢几乎就要成功了 他们都打赢日本了 那日本人都节节败退 那因为蒙古军也不敢进入的太快 所以有大部分的军队都留在船上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遇到了一个神奇的 以一个台风的侵袭全军覆没 那日本人就把这一个 这一个历史呢 造成这一个影响的这一个 的飓风呢 称为是一个神风 那日本的原意是叫Kamakaze 就是神风的意思 照1281年呢 同样的历史又重演 后来援军再进攻日本 可是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 那这一段历史呢 在日本的书上有非常详细的记载 那在1281年呢 日本的东京的商船大学 有一位教授呢 他就根据这些历史 用现代的科技 声纳等等 到这一个九州的外海 阴岛等等的一些阴式 阴的阴 这一些岛屿的附近 去做一些海底的一些 声纳的一些探测 那包括后来有这个 无人前的一个载具的下去探测 就找到了许多当初这些 当初这个蒙古或者是援军 他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兵器 跟一些财产等等 那也间接印证了这一段历史 所以这一个台风也改变了历史 如果没有这两个或几个神奇的台风的影响 那或许日本的已经都被改变了 那不知道现在又是怎样的一个 的历史的发展的情形呢 那在这一个 这个当然 这个神风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个名词当然是被日本拿来激励 某种程度当成是 他们的一个隐喻 来视为他们爱国的象征 很不幸的就是组织了所谓 神风特工队的这个名词 是同一个名词来的 那当然很不幸的 许多年轻人当初为了爱国 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个神风这个字后来是 等于是被误用 或者是说被引用来 在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神风特工队的象征 不过最原始的时候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的安排 刚好把握了那时候的日本 好这是一个简短的历史跟台风的一个交解的介绍 那我在引两段这个书上介绍的这个诗 那当然莎士比亚 他或许本人没有亲自见过所谓的hurricane 我今天一样用餐的时候 梁老师有一位同仁问我说 为什么欧洲没有台风 那我当然后面也可以跟大家再补充 基本上台风它唯一有机会形成的地方 是在热带比较温暖的海域 所以呢不管在大西洋或太平洋 这些飓风形成之后 刚好在这些热带区域都在所谓的信风带 在东风带它就往西移动 所以它就没有机会往北 或往东北到欧洲去了 所以欧洲是没有台风的 所以莎士比亚本身肯定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hurricane 可是在这一个英国或是欧洲的外海 也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风暴 这些可能是冬天的风暴 不是夏天的风暴 它物理的秉性略有不同 不过他们这些写在他们历史 这些著名的经典里面 也都把这个大自然的这个所谓的威力 跟这个豪语适列的这个恐怖的情境描述的非常的生动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 可以分别对这些英文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翻译的这个中文的部分 再加以体验 那今天大概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在美国的这一端呢 那这也是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 我也去拜访过他的纪念 他诞生的地方 因为他就在马州 那这一个Emily Dickinson 她写的这一首 这一首诗也非常的美 也谈到了这个风还有雨 水等等 那我刚好 这个翻译之后呢 我去年跟我的一位学妹合作 现在已经变成一首歌了 那或许有兴趣的通人 我以后可以播给大家 好 那我们再回到台风 我们今天正在影响我们的台湾 即将要发生的这一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苏拉台风呢 有一些报纸可能各位已经听到说 大家在担心它是所谓的点 有可能是一个西北台 各位如果注意到新闻的话 可能有听到这个名词了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西北台做开端 在1996年的时候 有这一个台风侵袭台湾 叫赫薄台风 在座还有没有人有印象呢 请举手一下 还不错喔 好像大家也是有深受其影响 这个台风呢 就从台湾的北部经过 基隆一带登陆 然后离开台湾 不过呢 它是那几年里面 最强最强的一个台风 那我们为了 就是我们在台北线 就是新北市 有一座五分山的山顶上 射的一个雷达 当初所拍到的情境 这个雷达呢 非常有故事性 因为呢整个雷达 所谓这一个现代化的雷达 在台湾的设置呢 这是第一颗 就是最高科技的现代化的 叫杜普勒的新的雷达 它可以侦测到降雨的分布 以及台风的这个风的间接估计 用杜普勒效应 可以估计风的速度 这个雷达呢 在1996年的7月23号设好 那当初的设计呢 它可以容忍每秒65公尺的风 它设计好才一个礼拜 在1996年7月30到31号 赫薄台风就直接中心在附近穿过去 结果非常精确 这个台风高达每秒70几公尺 非常精确的 这个雷达就被摧毁了 这样 那这也是因缘忌讳 所以我们大自然好像知道 我们在做什么侦测 那当然 后来又花了一年重见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不过这个台风呢 重点是这个台风这样经过呢 台风的风呢 是逆时针在环绕 所以在台湾 它靠近台湾台在这里的时候 台湾这淡水的出口的这个地方呢 是吹大概北风到西北风 所以它会阻挡这个 我们的淡水河的排虹 那淡水河呢 是收集从新殿溪、基隆河 跟大汉溪整个的唯一的出口 所以它整个水就是累积起来 然后加上都会地区降雨 所以整个地方都淹水 所以在台北 比如说台北市的摄子岛等等 这个西水的两岸全部都淹 非常严重的淹水 那这一种情况就称为西北台 那所以西北台应该所指的是指台湾 台风从这里经过 带来这个在台湾的西北角 会吹西北风的时候 这一种台风 那这种台风 在我们台北县市 就会容易造成比较剧烈的灾害 我们这一次的台风呢 是比较偏从这边上来 可是它有可能慢慢会这样转过来 所以有类似的特征 所以在我们北部的地方 的确是需要比较谨慎小心 好 这叫西北台 那我就再不再重复了 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名词 那另外有一个各位记忆犹新的是 10年前的纳利台风2001年 那这个台风的特别的地方是 它已经在9月份了 这个时候事实上海温已经比较低了 照理说台风比较不容易在同一个地方存留太久 不过它以非常比较奇特的轨迹 从东北这样刷下来 花了49个小时通过台湾 非常缓慢 那就造成大量的累积的降雨 因为它移动的非常的慢 雨一直下 雨一直下 可是海洋不断的提供水蒸气给台风 变成降雨 所以我们这边下了非常多的雨 特别是都会的台北区域 那各位也知道 那时候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积水的情况 我再给大家讲的是 另外有一个类型的台风 这叫莫拉克台风 这个台风是在三年前发生的 它本身造成了所谓的巴巴水灾 它的风不是很强 它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中度台风而已 可是它在通过台湾之前 它移动的非常的慢 加上呢 这一个季节呢 它这是一个八月初 七到八月的时候 我们刚好处于整个亚洲呢 西南的季风在盛行 在加强的时候 那这个很强的季风呢 会把在这个南海的地方 很潮湿暖的空气带上来 虽然台风是在台湾的东侧 可是这西南的气流 带上来的这一个暖湿空气 会受到台风跟地形的影响 会在台湾的西南部 造成大量的降雨 那这一个pattern 这个形态出现的时候 在西南部 反而不在台风的中心 而在是西南部的这一个 平地跟山区有大量的降雨 那就造成了这个 非常严重的所谓的巴巴风灾 那莫拉克的风灾 还有一个特性 就是我刚刚提的 就是西南气流的角色 我们现在从此呢 大家对整个台风的防范的理解呢 是还要再更复杂一点 除了要考量台风本身 风雨的变化之外 还要考虑我们更大范围 几百公里范围外所带进来的 西南气风气流的角色 那这一个气流 当它很旺盛的时候呢 是有可能造成额外的影响 那这个影响当然是在台湾的西南部 是会更严重 那这里另外要提的是 这个在我们莫拉克的 这一个特殊的个案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台湾西南部的两个水库的蓄水量 分别是乌山头跟真文两个水库 这两个水库在2009呢 从1月开始算 各位看到水越来越少 因为那一年整个春雨非常的少 所以越来越干 那是它的干季 那到那一年的六七月的时候 雨水量已经到 比较所谓的缺水的情境了 不过呢 单一8月8号的一个台风来临水 剧烈的增加 就到了 因为有莫拉克台风的侵袭 然后呢 超水量 可是这些水 造成水灾之后呢 它很快的又流失到海里面去 所以水库也流不下这么多的水 所以然后又逐渐干旱到隔年 那隔年一直到又有新的台风来的时候 水库才又有水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一个 水库的安排 事实上跟怎么掌握台风的动态 也很有关系 水库又想把水装保一点 可是又怕一次塞爆了 它如果在台风最强的时候 要排水的话 那灾害又会更严重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个旱灾 比较有缺水或者是水灾的这个交替过程 非常处境非常艰难的部分原因 那我刚刚提到这个 会造成莫拉克台风这么大量的降水 部分的原因累积的降水 是因为它通过的时候 它移动的非常的慢 那这慢的过程 它就可以不断的下雨 下得比较久 那这个过程跟台湾的地形也息息相关 我们台湾地形的阻挡 各位可以想像 我们的这个地形本身 大概有三公里高 那甚至有地方接近四公里 在台湾的这个高山的阻挡之下 虽然台湾的本身的垂直气流的发展 旋转的范围可能 可以高达十几公里的高度 可是它最强的部分 就是在低沉的几公里范围 那在这个地方 刚好受到山的阻挡的话 气流就会改变 那我们因为气流不能流到 陆地里面去 它会被挡住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地形 事实上在改变台湾的 运动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台风的预测 要更精确的话 可能要对地形怎么影响台风 也要有更好的理解 那这也使得我们对台风的预测 更困难的原因之一 最后一个例子呢 就是刚刚提到 许多人都举手 影响到舒奥那一个事件的 这个梅基台风 那各位可能也知道 这一个台风呢 发生的时候 这里下了非常多雨 特别是舒奥一带 可是事实上台风在哪里呢 各位有没有印象 台风那个时候在哪里 在梅基台风发生的时候 梅基台风根本不在台湾 它在南海上空 它通过菲律宾 它好远喔 我们称这是一个典型的 叫秋台的效应 各位如果今年秋天 再看到有台风靠近我们的时候 注意到会不会有提到这个名词 在秋天的时候呢 台风有时候走得非常低 在南海上 各位可以看到都在这一带 都在靠近南海的地方 可是台湾却在降雨 怎么会这样 那这是有一个 那我在这个议题上 也有做出一些研究的成果 那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示意图 台风虽然在南海上 可是它的气流是这样绕的 刚好跟秋天开始低沉的大气 大概1500公尺以下的大气 有东北季风开始在加强 因为我们知道冬天 秋天来了 逐渐的就有东北季风 那它们这两股风 会在这里汇流 就会在台湾的东侧到东北角呢 形成这个符合的气流 那这个符合的气流 又被山挡住就会上升 那就会造成所谓的 容易制造更多的降雨 所以降雨都在台湾的东侧 那这一个效应呢 有人称它叫共伴效应 指的就是台风的旋转的气流 跟东北季风共同相伴造成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作用都发生在秋天 所以我们称为秋台的效应 那在秋天时常有离我们很远的台风 却造成台湾的重大的灾情 就像刚刚的面积台风 那我简单跟大家很快的 花了四十分三十几分钟时间 介绍了台风的许多基本的特征之后呢 那我今天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段呢 就跟大家提 另外其实台风的问题 不是只有台风本身而已 现在很多科学界全世界 大家都在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 如果我们的气候变化了 那我们像台风的这一种风暴 会不会跟着改变 那台风跟气候怎么连结呢 那我用几个简单的投音片 跟大家报告这方面的一些进展 那这一张是可能各位比较熟悉的一个图片 这在谈的就是 这是我们全世界所有的温度的观测 地表的温度的观测 的一个平均值 我们看到从在上个世纪 一直到我们过去几年的温度 全球的地表平均温度的变化的特征 那我们当然很明显的看到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特征 就是在谈的就是 我们在近百年的全球暖化的现象 到过去一百年左右呢 我们全球的地表温度增加了 大约是0.74度 那看起来好像不多嘛 因为我们每天的早上到晚上 在冬天的天气变化就有十几度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担心这个0.74度呢 因为这0.74是一个全球的平均值 你要让全球的平均 同时要增加 有系统的增加这么多 表示我们气候是在做改变了 那这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数据 那这一个明显的变化 就是大家目前非常 关心的全球暖化的议题 那至于有哪些原因造成这个现象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演讲可以谈的 比如说温室效应 人为引起的温室效应等等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科学家或者是我们 非常关心社会经济的学者要问世 我们未来会影响我们的降雨 还有风暴系统 会不会也跟着有系统性的改变 它也在也会有特征性的不一样 那要了解这个问题 特别是台风的问题 我们要从最基本的研究着手 这一个研究 倒是非常基本的给我们看出一些眉目 什么眉目呢 这分别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研究学者 他把全世界台风达到最强强度的时候 它的那个强度有多少 跟那个时候所在的海温条件 作为一个点 每一点代表海温在某个条件之下 有一个台风它的强度达到 这一个强度每秒40公尺等等 那它就把每一个点都点出来 点了这么多点 分别有北大西洋 东北的太平洋 这是靠近墨西哥外海 还有西北的太平洋就是我们附近 所有的点都找到一个共同的特征 这个共同的特征就是 我们发现海温如果越高的话 台风的分布最低还是这么低 可是最强最强的部分的最大值 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 大致显示了一个观测的特质就是 只要海温比较高的话 台风可能可以达到最强的 那个强度的范围都会比较强 就好像这个红线给的这一个 这一个一个盖子一样 那这个顶点呢是越来越大 可是个别的台风呢 有大有小 不见得比较大 可是它的最强比较大 所以它的平均值呢 也会略往上深一点 这里到这里的平均的台风 大概这么强 可是这里到这里的平均值 在这个海温下平均值在这里 所以大致上都在告诉我们 当我们如果有全球暖化的时候 比较高的海温可能提供比较有力的条件 让台风有机会更强 可是当然也有少数台风 因为不同的原因比较没有很强 那是可能的 可是它的统计的平均特性会比较强 那这一个特性呢 在几年前呢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研究单位 那我过去刚好在这个研究单位服务 叫Princeton大学的叫做地球流体动力实验室 他们就用电脑去模拟出这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说在现代的气候下 台风的强度的分布大概是这样 那这下面是台风的中心气压 那这是台风的发生的个数 换句话说呢 如果这个线越往西左边移的话 中心气压越低就表示台风越强 那这是过去分布的频率分布图 那这是后的这个比较粗的实现呢 是在讲100年后 如果我们地球的二氧化碳增为两倍 那增为两倍之后 全球的温度可能会增加幾度C之后 新的气候条线下 他们电脑所看到的台风的分布的活动的情况 那这整个线呢平均都往左边移了 那代表它的确平均的强度在改变 有比较明显了 那所以上面问的这个问题呢 他们的答案是 是没错是会更强 不过我加了一个but 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总面积呢 代表的是台风的总个数呢 却稍微减少了 也就是说我们全世界呢 有更多的强的台风 可是总台风数变少了 换句话说呢 比较小比较弱的台风呢 也变少了更多 那使得也就是全球呢 把主要的能量都集中在特定的 比较强的台风里面 那这样的变化呢 对于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环境的确是可以有冲击的 那这个特征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候系 这个未来的气候系统 在暖化之后 是有可能制造更多很强的台风 那这一个是单一的研究结果 在几年前发表的 不过近年有更多新的结果 都反映类似一致的特征 这个特征就是在提到说 未来事实上不只是台风 在新的气候形态之 比较暖的气候 全球暖化的气候形态之下 我们的暴雨也可能会更强 那可是同一个时候呢 那些本来缺水的地方的干旱 还会更严重 也就是我们的气候极端化了 那这一个我们说两极化的结果 当然是属于 是让我们的气候更 对于我们的生存 事实上是有更大的一些威胁 跟挑战存在 那这个议题到目前 还在研究之中 是我们目前从事相关的大气研究的 一个热门的议题 那我刚刚讲的是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事实上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还有一些不确定性 也有一些科学家 有不同的理论跟不同的看法 那这些都有待更新的研究要去厘清 不过我想我目前谈的这个概念 大致是可以接受 各位可以把它带回家的 那这一个问题呢 在几年前呢 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 召集了许多科学家一起开会 那我刚好有幸参与了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也蛮有趣的 2006年的年底呢 在Costa Rica开会 哥斯大黎加 那我去这个国家开会 最开心最欣慰的一件事呢 第一个免签证 因为是我们邦交过 第二呢是我们中间的假日呢 就去参观他的国家公园 是火火山的国家公园 各位可能不敢相信 整个国家公园只有两种旗帜 一个是哥斯大黎加的国旗 一个呢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满山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个国家公园 是我们中华民国任养的 可是这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 所以也令人欣慰 不过 不过要跟大家道歉的是 隔年就断交了 这样 我还没有再回去过 不过无论如何呢 这一个会议呢 基本上就做了几个决论 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可是还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我们还不确定 是不是正确的 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到底未来 在新的气候条件之下 我们这些造成 自然灾害的剧烈天气 像台风或是豪雨 如何系统性的改变呢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许多的科学家 都在这个方面 还在持续努力之中 那我刚刚一开始也提到了 另外一个有趣的议题是 台风跟海洋是一个共生体 没有海洋就没有台风 台风只会在温暖的海洋上 才会产生 显然海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在我们的许多科学家 在也是近几十年才发现的 一些研究成果就发现了 海洋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让台风发展 可是我们台风也非常的有趣 台风也会影响海洋 因为台风的风吹在海上 给海洋非常强的 这一个我们说切硬力 会吹动海洋 因为海洋也会移动 这个移动会翻角海洋 使得海洋 我们知道海洋的温度的结构是这样 越往下去温度就越来越冷 那在海洋表面 有一个我们称为混合城的地方 大概在海洋的表面 数十公尺 最多最多到一百公尺的范围 这些地方温度比较高 再下来就是很冷的海水了 那一路冷到海底 那我们海洋表面的海水可能有 比如说二十七八度的温度 可是到一百公尺以下 已经只剩二十度了 那当台风吹过海洋的时候呢 海洋会翻角 那是因为风的影响 那这一个台风引起的海洋 上层的海水的上下的交换的 这一个混合的翻角的过程呢 就会把冷的海水带上来 那台风这一冷却之后可能会好几度 那这个本来有利台风发展的海温就不够了 不够之后呢 台风就会减弱 甚至就会消散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这是发生在2001年的一个台风 那这个台风叫比利斯台风 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 可是这个台风非常有趣 我们台湾的第二颗 刚刚讲第一颗现代化雷达 是1996年7月23射的 第二颗呢就设在2001年的7月 那一颗设在绿岛 那一颗雷达设好之后 不到一个月呢 就经历过了 就经历一个 那一个年代最强的新的台风 就直接从绿岛穿过 非常神奇 这个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 那这一个穿过之后 各位看到他刚好穿过绿岛 那个雷达也就回了 那又花一年重建 可是重建之后 用同样的标准重建 到现在 再也没有同样强度的台风经过 存活到现在 就是很不巧的 它有一个设计的极限 因为要设计可以抗更强的 风的雷达的成本高非常的多 所以它就设计说 这个应该几率很小的台风会经过 结果刚好都是在完工之后 一个月内就被遇到了 可是之后到现在就没事了 这个台风回来 它经过还没到台湾之前 各位看到 卫星的资料告诉我们 它的台风路过的东侧 海水的温度大量的降低 这个降低的程度 基本上可以到达四到五度 所以整海水都冷掉了 那它一冷掉 台风就会稍微减弱 换句话说 我们海洋在帮我们扮演 自然的一个调整台风强度的机器 海洋自动就叫台风要刹车 海洋一方面提供能量 叫台风成长 可是当台风涨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海洋的这一个冷水的作用 又会叫台风说慢一点慢一点 不要再更强 那这个作用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学问题 那这个作用如果了解的不够透彻 你就很难预测台风强度能发展到什么阶段 那也是我们 可是我们海洋的观测资料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我们台风的强度的预测 也受到这一个海洋的因素的影响 我有一个同事 在从事相关的这个研究做得非常的好 我跟他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的成果 那我的这位同事林一一老师呢 他也注意到 他用很多大量的卫星的观测呢 可以知道海洋哪些地方比较暖 那比较厚 如果海洋的这个温 比较厚的海洋比较厚的话呢 台风对它的干扰就比较小 因为那个冷海水在很深的地方上不来 那这样的海洋条件的话 台风就可能可以增强的非常的强 那这一个例子 这里就在告诉我们海洋 有些地方特别暖特别厚 有些地方比较冷 红色就是暖厚 在2003年有一个造成 在韩国的釜山 严重的灾难的一个台风呢 它当初发展到最强的阶段 就是在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 在太平洋上 刚好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暖的暖水 我们称为海洋的暖窝区 那011老师呢 他就注意到说 这个叫做麦米 美米的这个台风呢 美米的台风 就在经过这一区的时候呢 它的强度就是好像在三级跳一样 它从第一级的台风 变第二级 变第三级 第四级 到第五级 黄色的 它就刚好通过这个区域 因为这海洋够厚 所以那个自然的那个限制作用 发生不了了 因为门水被挡在很下面 100公尺以下的深海里面 所以它就涨起来了 这个例子呢 刚好在几年后 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证 这个印证呢 就发生在2005年 非常不幸的 在美国南边的一个 各位都熟悉的 这叫Katrina的 Katrina的飓风 这个飓风当初登陆 这个New Orleans的地区 造成很大的 数千人的伤亡 的死亡 那这个飓风 说来也是天意 真的是很不幸 这个飓风 刚好经过这里的时候 本来只是一个第二级的飓风而已 可是呢 刚好呢 在这个季节呢 美国呢 有一股洋流呢 这个洋流呢 我们称为套流 那这个套流 更大的范围 是从这边流上来 然后在古巴西边 会通过这边 经过Florida的东边 往上离开 那这一股洋流 叫做墨西哥湾流 那是一股暖流 从南边来的暖流 在这个大西洋上的这股暖流呢 平常是这样流动的 可是这个暖流呢 它有一个不稳定 它偶尔呢 会曲折出来 然后会绕出来 那这个绕出来的部分 就被称为套流 它成为一个loop 那我们中文翻成套流 那刚好在那个时候 它绕出来了 好像马祖绕镜一样 它绕到墨西哥湾 本来墨西哥湾呢 这一个湾的海水呢 是非常的 有非常浅的这个混合层 也就是说 它下面水很冷 很容易跑到上面来 所以多数的台风 在经过墨西哥湾的时候 很快就减弱 可是那一次刚好遇到 这个暖流经过 所以这个台风在这边 被这个加持了 这个加持的结果 它从二级升级到第五级 就在最强的时候 才离开这个暖流 然后慢慢又减弱 可是它在四级的时候 就登陆了 那当初美国设计 这一个New Orleans地区的 这个堤防的时候 它是设计可以抗三级的飓风 主要就是因为 所以这个地方的飓风 不可能那么强 都会减弱 可是那一年 就刚好遇到这个暖流 所以海洋太重要了 那当然这个不幸的 这个意外 就是这种因缘际会的搭配 加上这个New Orleans地区的低洼 然后必须靠这个堤防来保护 可是堤防最后有三个地方溃堤 所以整个都市被大水给掩埋的情况 在我们的东岸呢 事实上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特征的洋流 这个洋流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黑潮 这个黑潮呢 是经过台湾的东侧往北 不过它的这个组织呢 主要这里明显的是在这一带 那这一个黑潮呢 我们现在怀疑 可以判断它未来怎么发展 甚至预测它 那这些都是一些例子 那我在今天的最后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怎么透过现代化的科学方法 去加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好 今天的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 很多人都已经想问了 台风可不可以改造 那各位可能也听过很多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事实上在 在National Geographic Discovery 都有专题在讨论台风能不能改造 那答案是Yes 还是No呢 我在2006年帮科学人杂志 写了一篇文章在谈这个问题 那简单来讲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这些想法里面有些 有科学根据的 大部分都有科学根据 可是实质上呢 都是目前我们人类科技做不到的 所以我把它列为 有点接近科幻的层次 可是这理念都是不错的 我跟大家聊一下 各位可以回去再想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 要怎么改变台风 在美国呢 从1960年到1980的20年期间 提出了一个构想 很大的研究计划叫破台计划 破风计划 那这个破风的计划呢 是一群很优秀的科学家提出来了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如果能在台风的周围呢 去做人工的降雨的活动 人工蒸雨 就是撒点化影等等 让台风周围的大气 提前在台风外围的地方 就凝结降雨 那台风进来的水蒸气提前 在外面都凝结掉之后呢 台风里面那个眼墙呢 就被干掉了 或者我们说被choke 被窒息了 他就没有水蒸气了 他就会消散 那台风的主要的这个 风如果都在外面转的话 就好像溜冰选手 他本来转很快 他把手张开的时候 因为绝对角动量的保守 他整个旋转的速度就减慢了 这构想是完全有物理根据的 可是呢 他们飞了十几年的 飞机到台风里面去撒了 非常多的这些点化影等等的 这一个所谓的凝结核 来帮助台风在外围降雨 然后最后把这个结果加以分析 到1980年代初期呢 美国最后 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 主持了一个委员会 来验证说到底有没有用 结果那一个研究报告显示呢 他们没办法证明说 有价跟没价台风的强度有没有影响 所以那个计划最后就停止了 那这个构想就永远停留在这个城市 因为我们要有效的 用有限的飞机资源去改造整个 这么数百公里半径范围的 一个大环境的台风降雨 事实上那个锁费很高 而且现有的工具也没办法大量实施 所以做不到 除非那当然唯一能做到 是在电脑里面去做 那或许有可能 可是实质上目前还做不到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构想呢 这个构想是这样 我们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活性的界面剂 这些界面剂 英文叫Suffectin 而且这些界面剂 就是铺在海上的一层薄薄的油 磨 这些油磨 如果你能把它铺到海上的话呢 我们的水呢 就会跟空气被隔着阻绝了 它没办法再蒸发了 那大气就得不到水气的来源 那台风就可能撑不下去了 在电脑里面可以实验说 如果你把整个海洋都阻绝的话 台风绝对长不出来 所以科学家就去做实验 在海洋上铺下这一些 而且是环保的 生物性可溶解的这些Suffectin 这一些活性界面剂 可是他们傻的结果还是发现 挡不住 因为台风的范围太大了 你这里不给我水沉生气 我从别边来 所以永远挡不住 除非你把整个大海全部完全封锁 那这是肯定 除了在电脑的虚拟世界之外 除了阿凡达之外 也都没有机会做得到 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我有待科学家继续探索 那当然这是最前卫的研究的范畴了 要真的去改造台风 那或许还要更多更多未来的科技 还有一个想法是 用空中的卫星去收集太阳光 把太阳光集中反射到台风的 某些特定的区域 让那个地区加热 然后期待说台风 会往某个特定的方向前进 不到台湾来而去菲律宾 对不对 这个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 不伦理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 当然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议题 那这个都有人提出来 也有人去想过 那目前的科技还做不到 可是给我们人类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 用科学的角度去思索 怎么根本的把台风问题移除的一些办法 可是事实上这些办法 目前还不是办法 就是一些想法 这是我今天第一阶段 我想要听看看大家的回馈 我们再进入第二阶段 来 喝杯啤酒吧 对不起 中原院没有提供 好 我们就想像喝了一杯啤酒 精神又来了 我刚刚跟大家谈了台风的灾害 也认识了台风 如果还不够的话 有一本书各位可以去看 那我介绍的台风 可能跟气候的关联 跟海洋 最后谈到改造 有没有目前第一阶段的问题 嗯 不错 显然大家都吸收了 那好 YES 您刚刚提到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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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是比較廣義的 不是針對颱風的議題了 那個基本上 謝謝你提醒我 那一個投影片的整個概念 是在現在整個政府的整個防災體系裡面 一個比較全面性在思考的一環 那其他都直接是可以跟颱風比較可以有關 那裡面提到的這個整個我們的環境 社會本身的變遷 包括我們在台灣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徵 就是包括高齡化跟少子化 那可能它比較強調的是跟經濟活動的關聯 還有整個社會的 比如說應該 我覺得應該它可能是要強調的 就是說社會的有一個年齡老化的一個特徵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社會在改變 那這些不同的年紀層的這個居民 他在適應各種災害的 或許它的條件等等也不一樣 都必須考量 那當然這個我剛剛提的比較籠統一點 不過它都是整個大的國土 跟安全跟災害議題的一環 是要被更廣泛的思考 好 YES 再來一題 老師我先請教 颱風事實上我的感覺 它應該是有能量的平衡的作用 它把熱量從比較接近赤道的地方往北半 那如果我們把颱風擋掉的話 會不會強迫我們的大氣 兩邊的能量差越來越大 到最後產生一個更可怕的風暴出來 這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剛剛這是內行的問題 我們整個地球呢 我們知道太陽的加熱是比較不均勻的 所以在熱帶地方平均來講是比較暖的 因為太陽比較多的輻射的加熱 那比較高尾度就比較少 那事實上有科學家分析 就是我們的氣候要達到穩定的話 這個能量一定要重新分布 達到一個平衡態 雖然南邊還是赤道還是比較暖 可是至少它不會未來越暖 或是極地越來越冷 那這一個作用就要靠很多的空氣的流動的輸送 包括海洋的輸送 來調整這個溫度的差異 那差異太大的時候是不穩定的 它的大氣是不穩定的或海洋 那如果 那颱風的存在的確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在那本書剛好有提到 可以幫忙做這個能量的輸送 所以如果這個有比較用人工的方式去改變 是可以破壞我們氣候現有的平衡態 那肯定必須它要去尋找新的平衡點 那這個的確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那至於的影響到什麼程度 會不會有其他不同的變化的 這些所謂特殊的怪胎的天氣出現呢 事實上是有在研究的 這是好問題 謝謝 好 我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個問題 Yes 好 請教 那如果說 哪一天科學在科學方面有辦法 就是說去阻擋颱風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大旱災 謝謝 大旱災 因為颱風會帶來豐沛的雨量 那如果真的科學有辦法去阻止颱風 沒有颱風了 那整個地球會不會是大旱災 好問題 讓我在 在事實上我們地球有非常非常多 不是颱風 可是也是造很大降雨的對流系統 那這些對流的 就是空氣上升的這些對流降雨 這些系統可能它的範圍比較小 只有數十公里幾公里的範圍 它們也不時在洽雨 那颱風是其中的一個少數個案 可是它是非常有組織性的 把數十到數百公里的 的這一個氣流跟降雨 都集合在一起的一個怪物好了 就是真的是一個monster 那如果這個東西不存在的時候 或許大自然也有其他的調整的因應方式 那到底怎麼因應 我剛好待會就會談到這一點 所以在我們喝完這四五杯之後 我們就繼續吧 那我就從這裡 剛好待會會會到你這一點 那事實上我們也都知道 颱風預測事實上沒有那麼好 各位也可以偶爾會聽到 大家有時候很苛求會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做得更好 氣象的預測為什麼不能更精確 明明說會登陸的為什麼沒來 然後就擺放了一天假 然後事後說要我們來補假 補課補班 當然那是非常瘋狂的想法 不過基本上呢各位可以看這個例子 梅基颱風2010年 這個造成蘇澳下大雨 各位記得這個颱風呢 它經過菲律賓 那時候全世界各地的預測非常的不一樣 南遠北側非常不一致 等到它經過菲律賓之後 全世界的預測也是完全不一樣 沒有人知道莫衷一事 這是電腦的預測 不知道它要去哪 那這就凸顯了颱風預測 是有很多的困難 你要相信誰呢 在這個例子裡面 你如果選中間的話就對了 它最後是這樣上來 那基本上呢 它在這個過程的時候 在這裡的時候 台灣再下大雨也是很莫名其妙 可是如果你了解 這是秋台的作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比較理解 為什麼會有這個共犯的作用造成降雨 可是這個路徑如果不一樣 那降雨的形態一定完全改變 那所以颱風的路徑的預測一直是 要了解颱風怎麼變化的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問題 那說到這裡我們就牽扯到 對不起喔 這一張還沒有把它變成中文 那我們現在的整個科學的進展 是把這個問題呢 都數位化 我們用電腦來預測颱風 可是這絕對是遠超乎 我們現在所謂的指微斗數 各位輸入深層八字 就會知道各位未來可能的 或短期或長期的命運的發展 這個的確是根據我們所理解的 整個大自然物理化學 數學基本運作的一些最根本的原理 包括簡單來講牛頓的運動定律 熱力學定律等等 去瞭解流體在我們的大器裡面 要怎麼的變化 把這些過程全部把它 用我們可以做的數學方法 去做微分方程式的解 然後去找出它的答案 那我們建構這個東西叫數值模式 你如果能告訴我這個流體 你現在的狀態 我可能可以預測未來的狀態 全世界的這個整個電腦的進展 有很大的一個層面都在配合解決這個問題 只要電腦每隔一年我們都知道 有一個定理它會增加它的運算的速度 一定的程度 那幾乎就是在配合我們大器的計算的發展 在五年前呢 在日本有一個叫地球模擬器 它就像一個小雞蛋那麼大 那都是在運算 那時候是全世界最快的電腦 它的每一秒的浮點運算速度呢 是40乘以10的12次方 所以非常非常的快 每一秒的terabyte 的flops 那現在更新的電腦是在美國 後來美國又把它引回來了 返回面子 在田納西 美國人那一套新的系統呢 大概是這個50倍 現在是2乘以10的15次方的flops 那它是更快的 不過很大都是在做這個計算 了解我們地球氣候的變化 可是這個計算裡面 有一個很根本的問題 各位可能也聽過了 叫做這個效應 叫混沌的效應 那我們如果對初始的狀態 有任何不確定的話 未來的預測是有可能越差越多的 就是差一點點 10支毫米差支千里 就可以最後都完全不一樣 那這個特徵有一個著名的學者發現的 就是Edward Lorenz 那這位我以前念書時代學習的一位老師呢 他事實上一直都是在過去幾年前 在他逝世的前幾年 據說都是還在這個物理諾貝爾獎的 這個最後的final list裡面 那當然很可惜他在還沒得到獎之前去世了 不過這是非常大的一個研究的貢獻 那這個效應也叫蝴蝶效應 就讓我們預報天氣或颱風變得非常的困難 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颱風一開始長什麼樣子 那因為這個問題呢 我剛好在過去幾年從事了一個研究計畫 我今天就以這個計畫來跟大家收尾 那這個的關鍵呢就是我們需要更好的資料 來改進我們對颱風的預測 可是在颱風的周遭資料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剛剛提到我們有雷達天空有衛星都在輔助我們 那雷達有它的極限 因為雷達可能可以它的這個 它所有電磁波在大氣裡面會衰減 它可能只可以探測兩三百公里以內的大氣特徵 所以颱風靠近的時候各位看雷達就可以知道 哪裡在下雨非常有用 可是如果颱風再遠一點你看都看不到 衛星從我們數百公里 七百八百公里的這一個繞集衛星到 所謂的三萬六千公里的這個同步衛星 也在監控我們的大氣的特徵 那這些透過不同的電磁波 微波等等的訊號 可見光 紅外線各種訊號 去繁衍出來的大氣的溫度等等訊息 也告訴我們颱風的位置等等的分佈 可是颱風關鍵它的風怎麼吹 這些我們所謂的搖測的方式 都沒辦法測得很精確 那就使得我們對颱風的初始的判斷 有一些的誤差 都使得這個混沌的效應不斷的放大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科學家就只好要用飛機去探測颱風 因為這是唯一可以把觀測的儀器 直接帶到颱風的附近 直接去量測的方式 不過這方式的確是有比較大的風險 我加速一下 那在美國呢 已經成熟到他們從1970年以來 有非常成熟的科技呢 他用這個C130的這個運輸機 或這個叫P3的反潛機 或者是這一架噴射機 飛在颱風的周遭去探測颱風 他從空中還拋頭這個量測的這個儀器 叫投落送 他在降落的過程 從空中掉到海面的過程 就可以把大氣的資訊 溫度 濕度 氣壓 都量出來 那也可以量風速怎麼量呢 因為他在空中會隨著風擺動移位 他可以跟 那這是受風的影響 他知道怎樣的風會移多少 他有精確的GPS定位 所以他可以知道 間接的算出風是怎麼吹的 所以他也量出風的大小跟方向 那我們就可以重建颱風的結構 特別是 這其中的這兩架 那C130跟P3的飛機 他通常是穿到颱風中心打叉 這樣的飛的方法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颱風在不同四個向線的結構 這是唯一目前 唯一可以完全解析颱風的特徵的有效方法 全世界現在只有在大西洋 有長期做這樣的工作 其他的陽面的颱風就沒辦法 那我跟這個工作會結約呢 剛好是在1991年 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指導教授 就是剛剛講的那位書的作者呢 他剛好有 他是一個理論學家 他很想要做一個很大的實驗 來印證他的理論 什麼理論呢 颱風是怎麼形成的 全世界在熱帶的海洋三不五時 剛好回答剛剛這位女士的問題 有非常多的對流在發生 可是大部分的對流 雲朵的成長它會下雨 它通常都是只有幾個小時的生命期 下完就消散 再等下一朵雲長出來 他們沒辦法組織成颱風 只有非常非常少的 這些對流的雲會變成颱風 那我們全世界一年呢 也就只能長出80到90個颱風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有趣的科學問題 為是什麼氣候在控制 這一個90這個魔術的數字 大致上這是一個常數 80到90 全球的總颱風數一年 就這麼多而已 那我們 我們的配疾在西北太營養的配額 大概是30左右 那算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在這 那次要的地方呢 在這大概有十幾個 這裡有另外十個 在 那剛剛回答了 有 剛剛用餐的時候有人問我 歐洲為什麼沒有颱風 一個是高緯度 一個是颱風都往西邊去了 那到高緯度颱風也太冷就消散了 另外呢各位要問很有趣的是 適到沒有 那是因為適到缺乏了 我們地球旋轉提供的一個旋轉的 這叫科勢力 那這個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再去尋求這個問題的根源 可是這裡也沒有 那又是為什麼 那這裡的海溫比較冷 那長不出颱風 那這裡的海溫為什麼比較冷 剛好那邊的洋流在那邊有永生流 從海底冒出來的海水 把這邊完全冷卻了 這裡海溫低了 大概低3到5度 比我們這邊低很多 即使是在它的夏天也一樣很低 那這裡為什麼沒有 好這是我們今天的homework 家庭作業請大家去找一找答案 為什麼這邊沒有好不好 好那我回到這裡 那我的指導教授想要知道 颱風為什麼在這邊會長出來 他有理論 那就決定去驗證 那這是唯一颱風長出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呢 還離陸地墨西哥很近 所以我們可以把飛機 拍到墨西哥去探測颱風 那在這裡就很難了 因為在荒洋大海上 這裡也非常的困難 所以我當初剛好就扮演志願者的角色 就去參加這個活動 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設計是這樣 這個有理論你要去印證 你印證其實只能印證理論是不是錯的 你沒辦法印證理論是不是對的 你只能印證說你的答案有沒有支持理論 即使是支持也不表示理論就一定是對的 可是如果你只要能找到不一樣的結果 就表示理論是錯的 這裡有很多雲的發展 我們用兩架飛機交叉的日語機 也飛到這些雲裡面去看颱風 看完之後呢 你可以帶回資料知道這些雲 有的雲不見了 有些雲變成颱風了 那你去比對 為什麼哪些雲變成颱風的雲 有哪些特定的大器的物理的資訊 可以來解釋一些理論 透過這個方法我們來做實驗 那我剛好在那時候很幸運的 就去參加了這個實驗 學到很多東西 那這個颱風每飛過一個颱風呢 每次飛機飛過一個颱風 就會留下一個颱風的印記 那這個印記呢 到那時候 它當初已經有44個了 那其中還有兩個印記各位看喔 它長的方向不太一樣這兩個 為什麼 因為它曾經飛到 飛到南半球去 那裡的颱風轉向 剛好跟我們北半球是反對稱的 那 我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飛進一個 從雲慢慢慢慢 三天後發展出來的颱風眼 所以這是一個很難得的人生的經歷 不過最重要的是 參加一個實驗 在學生免費學習到 所有的研究的方法跟工具 跟科學家交流的一些 一些態度也好 或者是一些經驗 那我第一次坐上飛機 我心裡在想說 對齁 怎麼沒有所謂的空檢 那實際上都是技術人員 硬邦邦的 裡面全部是設備 我把自己綁得很緊 第一句話就問那些科學技術人員說 怎麼還沒做講習就起飛了 安全講習呢 他說 他就跟我講說 Don't worry Don't worry about it 不用擔心 There i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沒差啦 因為在海上的颱風裡面 萬一真的有什麼故障 那就認命吧 不過幸好一切都很順利 事實上美國從1970年到現在 有這麼多飛進颱風的飛機裡面 都沒有任何所謂的 所謂的傷亡的紀錄 那之前可能有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你如果有這樣的經驗呢 美國的國家大氣海洋總署 我還頒贈你一張certificate 那這是我人生寶貝的一張 就僅此在 我相信在 很少人有機會做這樣的活動 我剛好擁有這一張 他也寫了一些非常感 不能說感人 很鼓勵人的一些話說 有這麼一個吳先生 在那一天刻意的 Purposefully 用無謂的精神穿越到哪裡呢 在西印度群島的某某邪惡的颱風的眼球裡面去 這個無私的舉止跟英雄的奉獻 對我們科學界是要給他最高的致力 謝謝 對不起喔 我剛剛那不是故意的暗示 好 我回到台灣之後 當然做了很多基礎的研究 剛剛那個研究也不是我的博士論文 就是我一個歷練的過程 我剛好後來有機會 我也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 我在最後的這十分鐘就跟大家分享這個 這個發展這個科學研究的經驗 如果今天在座還有年輕朋友的話 也希望有一些啟發的作用 那當然就是說學習的過程 學到很多不同的面向的東西 那最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是可以放手一展長彩的時候 也剛好我們把它組合起來了 那我在將近十年前 轉眼過了十年了 將近十年前我就 組織了這樣一個新的計畫 希望國科會希望說 我們有一個重點的研究 有一個比較突破性的發展 那我就把我可能可以做的構想提出來 那我覺得我們也有機會去做這樣的探測 那這個計畫呢 是我跟我一個很好的同事 是共同做起來的 所以這工作其實是一個teamwork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花了很多時間 我設計了這一個logo來圖顯 還有單單這個名詞我想了一個月 那湊出了這個字叫Dust Star 它當然是有意義的在講台風的觀測 那剛好這是點心Dust Star 那在我的網頁上有提 就好像在台風的夜空 我們去觀測之後 點亮的夜空的那個星光一樣 剛好就是本意 所以我們團隊長得還不錯喔 Dust Star 那當然這是笑話 基本上我在2007年在美國 有一次訪問的時候覺得實驗做得滿成功的 就google一下想知道Dust Star多有名 結果亮出來的是一個英國新的搖滾樂團 這樣 不過我們也照了一張長這個樣子 在台大門口 大氣系門口 好 那我們這個計畫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跟台中的漢翔 租了一個噴射機去探測颱風 而且這個探測是有策略性的 我們就要去找一些大氣 特別敏感的地方去拋頭 剛剛講的那個儀器 那希望這個整個可以改變 我們對台風的理解跟預測 那我們做了另外一個工作呢 是把我們量到的結果呢 即時發佈到全世界任何一個研究單位 跟預報中心 完全沒有藏起來 那有的研究是說 觀測的人先資料先用兩年 別人才能用 因為這個颱風的影響是全面性的 即時性的 有把它留在自己用太可惜了 那也因為我們把它分享 在即時 我們在空中邊飛資料就邊傳出去 那所以可以受惠到全世界WMO所有的 用的國家 那可能我們的回饋會更大 那它要面臨許多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介紹 轉眼間過去 將9年多來呢 我們已經探測了許許多多的颱風 而且多數的這些颱風都影響了台灣 甚至周邊的各個不同的國家 各位可以看到這每一點都是 我們在空中曾經丟下來的 每個儀器的痕跡 跟這路過的颱風 那我們到目前一共丟了量測儀器 丟了將近1000個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大的研究工作 持續在進行之中 那在這裡面當然也有很多的研究的成果 我給大家看幾張照片 我們在空中不是一直在比這個動作 就是剛好其中一張 那我們邊飛呢整個design呢 是在中央氣象局 你如果能知道怎麼上那個網頁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飛機飛到哪 然後量到什麼資料 跟當初的衛星跟雷達的圖片 全部都會結合 這都在氣象局的網頁 立即都看得到 可是有特定的網址是 不見得每個人都找得到 那如果找得到的人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那中央氣象局 在他們結合了這個 所有不同的觀測來源 跟我們飛機的資料 它就可以去研判 颱風當初的特徵 那當然這只是所謂的應用的部分 我們的研究呢 就好像我舉例 我們叫標靶觀測 就好像標靶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化療的一個 要的一個治療方法一樣 它叫這個叫targeted therapy 那我們的方法叫targeted observation 去量測 那最著名的例子呢 不是我寫的論文 而是跟我們合作的日本人做出來的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我們去量測了這個颱風的各種資料 其中這三個是標靶 結果我們發現呢 日本人發現呢 整個日本的氣象的模式的 預測颱風走向呢 這是實際的走向 如果用了這一筆資料之後 颱風就會轉過來 如果不用呢 颱風就會走錯方向 跑到這裡來 那這一個 這一個研究結果 大概是幫我們打響的知名度 那我引用一個以前看過的一部電影 叫做 這個叫親愛的 好像有這部電影 不知道我把小孩變大了或變小了 我們把颱風轉向了 當然是說我們把颱風的預測 這個預測變準了到它該去的方向 經過將近多年的研究呢 我們發現大概平均呢 可以減低誤差大概20% 也就是說呢 本來的誤差可能預測一天後的颱風的位置 跟現在 跟實際可能平均誤差100公里 它可以變成只剩80公里 還不是完美 因為大漆本來就不是完美 可以預測的 不過有資料之後有改進的成 有可能的可能跟成效 在2008年呢 我們因為這個成功呢 整個亞洲呢 開啟了一個新的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透過我們的飛機 跟把美國請來兩架大飛機 還有因日本也來一架飛機 合飛所有的颱風 所以我們交叉的探索那時候 2008年的西北太平洋的颱風 探索什麼呢 整個颱風的生與死 它怎麼長出來了 怎麼改變 最後怎麼消散 都在這個實驗想要去回答 用四架飛機 這是前所未有的 那當然這需要非常大的合作 你們 我們可以想像四架飛機 在空中同飛 飛機都從不同的國家出發 最後要一起交錯 這都要設計好的 當然不可能撞在一塊 那這一個團隊呢 是在整個WMO的架構下在進展的 那有各個國家的代表 有一個國家就叫Dustars 對不起不能用台灣這個名字 那我們把這個做起來之後呢 當初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 叫新樂克颱風就是第一次在西北太平洋呢 有我們的飛機這樣環繞飛行 我就在這幾個飛機上 那C 美國的飛機從關島飛來 還有美國另外一架飛機飛過來 日本的飛機 從東京的Atsuki機場飛過來 那個軍用機場 然後繞到這邊再回去 停在沃克娜的機場 四架飛機同飛第一次發生在西北太平洋 我給大家看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個論文也已經發表了 我們的觀測顯示呢 如果有放這個資料呢 颱風就會往這邊轉靠近台灣 電腦會預測藍色的線 跟實際紅色的線很接近 從這個時間開始預測 如果不用這些觀測資料呢 它就會是綠色的就找錯了 那這裡也一樣 這是一天之後 那這個照片是 我們每次起飛前都會記得 遺留一張照片 做紀念 In case隔天報紙要用 不過都還沒用到 理論上呢 那一年非常特典 那個National Geographic 就把我們這個故事拍了一個紀錄片 在隔年呢 2011隔兩年呢 也就是兩年前呢 我們又弄了一個 又組織了一個更大的國際實驗 這是跟台灣的海洋界合作 那我們還是繼續飛 那這個合作就是剛剛跟大家提的 我們要去探測海洋 大氣跟海洋都要兼顧 所以呢 我們國內跟國外的海洋船隻 都去海裡面去探測 它要有這個海洋的探測儀器 還要去量100公尺以下 海洋的這一個熱力結構 溫度的結構 密度的結構 看它隨著颱風經過的前後的變化 來瞭解海洋受颱風多少影響 以及它會影響颱風後來的發展有多大 那這個結果 各位看到像這張照片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非常有趣的環繞 那美國的飛機就在裡面飛行 那我們在飛的空中裡面還要用電話 用電腦連線再互相聯繫 因為他們不希望我們 我們飛的比較高大概13公里 那他們飛在大概只有4公里到5公里的高空 他們不希望我們飛在他們頭頂就丟東西下來 雖然打到的機會非常非常低 不過他們還是希望不要 那這都是有規劃的 那這個研究呢其實也蠻有趣的 所以在2004年呢 事實上我們才做的第二年呢 對2005年 那新聞局就把這個列為一個有趣的議題 當成在等於是宣導台灣的這個科技的發展的一個議題 那這個議題呢 剛好不巧的還得了一個影展的獎 這跟男主角應該沒有關係 導演太強了 不過比較有紀念價值的是 後來也拍了一個紀錄片 這是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他就跟著我去做這個任務的2008年的過程 那這個紀錄片我有留了幾張 這個我們的DVD 如果今天特別是有興趣的同學 有興趣的話或是小朋友 我很樂意分享 那在空中當然有很多很難得的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你飛在空中就看到一個颱風在你的 你的下面視野之下 那事實上如果一開始提的 這是一個很美的科學的研究 可是當然它也有它的挑戰 因為身為一個主持人 我們有很大的責任要make sure 這整個過程是安全的 還有我們當然主要是因為政府的資助 才能做這個研究 所以更非常介慎小心 希望有做到我們該做的成果 那過去十幾年來呢 大概我從事的相關研究都是在這個領域 在試著回答颱風各個不同層面的問題 希望找到更新的答案 那也有很幸運的都找到一些結果 那我今天當然是就這個飛機的 策略性的量測部分跟大家介紹了 那如同我今天一開始介紹 颱風的量測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事實上還有待開發 而且我們還在努力之中 或許以後還有更多機會 再跟大家介紹更多的成果 那當然這是一個vision 就是說 事實上需要有一個更多的好的科學家 跟研究人員來參與 才能使這個研究進入更高的境界 而且可以解決科學跟民生的問題 那我想這是我們其中的一個vision 那我跟大家介紹 未來還有什麼機會 在美國他們已經想出更新的方法了 要取代現有的飛機了 他們用這個非常著名的 這個叫做Global Hawk 叫做天空之音的這個無人飛機 他們這個飛機是偵察機 是在伊拉克戰爭被用來偵測這個 所謂的敵軍在哪的重要的關鍵的工具 那另外一架飛機叫Predator 就去發射飛彈 各位可能知道 這個無人飛機剛好有幾架 美國人想出了一個idea 捐給NASA 從國防部捐給NASA 然後美國的太空總署 要用這個飛機來探測 第一個目標探測颱風 這個實驗已經進行了 目前還在飛行 這個實驗的計畫主持人很好 剛好是我一個好朋友 那這是他站在這個Global Hawk前的照片 他們將來大概從去年開始 已經在實驗用這個飛機 這個飛機飛得更高 無人飛機飛在18公里的高空 在颱風的更上面 所以他比較不受颱風影響 而且他一次可以飛好幾天 所以可以不斷的monitor颱風 這個主持人剛好在六月初的時候 快兩個月前有來拜訪台灣 那我也跟他在討論 他們將來是不是要考慮 把這個飛機試驗一下 飛到西北太平洋來試看看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等候他們在大西洋的成果 如果這個進展順利的話 說不定這就是未來全世界觀測颱風的主流 那當然這個飛機非常的昂貴 還好他們是國家的國防部 捐給他們的飛機在做這樣的探測 可能會改變我們未來對颱風的研究 取代了各種的觀測的工具的 而且沒有人員的這個顧量安全的顧量 最後一個故事是跟大家講 過去十年來我就這樣走遍全世界 每一個點都是我去過的地方 所以身為一個科學家也算是一個人 一個各種不同的體驗 我們到各個地方去開會去做實驗 去學習新的東西 那我剛剛講的2002年呢 我是到有一次 每四年一次的聯合國的世界 氣象組織的颱風研討會呢 四年一次 2002到Cairns 我剛好順便體驗人生的第一個潛水活動 然後那個科學家 這位科學家非常有名 剛好跟我一起潛到海底 就只有我們兩個 剛好那時候我們都各有一個baby 所以我們就各抱了一個sea cucumber 海參 就好像baby護照了一張 結果我現在跟他有非常好的 研究的默契跟合作 可能都是因為我們曾經在海底 一起共生食過 那另外一張我剛剛講的 我們也到Costa Rica 開這個世界氣象組織師民事的會 兩年前呢還到這個地方 從來沒有人知道會想到要去的地方 叫La Reunion 在琉尼望島 在印度洋 南印度洋 非常漂亮的海灘 就像這個跟布蘇這個 在這邊的這一些所謂 馬爾地夫這個地方 世界知名的 那我們剛好去開會 我只是要講說做研究 其實有很多有趣的部分 在座也有很多正在追尋人生的 方向的年輕朋友 或許以後也可以加入這個行業 那我比較幸運的就是說 我剛好引用這個Steve Jobs 在2005年在Stanford大學的這個 speech的內容 他雖然很不幸他已經去世了 不過他幾年前談到說 人生就是要連接這個很多點點滴滴 我看到又這個Duds跟我的Duds Star 就滿能結合的 那我想我也是非常幸運的 把過去所學的點點滴滴滴串起來 所以目前剛好在這一個 很特殊的研究領域繼續發展 好 昨天今天彭副院長提到了 我們就飛到颱風去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做了一個探測 那這個資料都放在網頁上 那這個颱風還在發展之中 可是根據氣象法 我不能發表太多意見 不過我想這個颱風可能還是威脅很大 還是請大家要多留意 那本來要分享一段影片 不過我們把我們的這個簡短的故事 還做了一首歌跟影片 是我一個大學的學妹做的 那我把它做成了一個MV 不過這個就讓有興趣的同仁 或許去找一下豐鬆的答案就可以看到了 最後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個研究其實是非常幸運 是因為政府的資助讓我們有機會做的 所以我要感謝 感謝許多人 那就好像謝天吧 那當然我們台灣的小孩非常的聰明 聽說還有這一段作文造句 那當然這是開玩笑的 我最後要講的是 非常感謝中研院的邀請 讓今天大家熱情的在颱風夜一起來 聽我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跟經驗 期待改天再會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吳主任的這個精彩的演講 從很通俗的到最簡單研究的東西 那我當主持人我通常是控制時間 所以我希望是9點就放大家走 現在剩下12分鐘 所以把握時間 要問問你的趕快 OK 謝謝你非常精彩的演講 從你剛剛講的那個內容裡面看起來 海洋的那個資訊 看起來對預測非常重要 所以說不定以後大氣細菲會跟海洋會結合 不是開玩笑 我的問題其實是說 不像那個空中的監測 你可以用飛機快速的穿越過 那在海洋你要做量測的時候 難道要放很多艘船嗎 還是有什麼大規模 又可以有Z軸的眾生的監測方法 謝謝你這個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 你剛剛講的建議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事實上在國外 許多大氣跟海洋是同一個科系一體的 那當然在國內 或許更適當成熟的機會 應該要往那個方向發展 那海上的觀測呢 其實的確比較困難 這也是為什麼海洋觀測沒有大氣這麼豐富 那這個汪洋大海 你每一個探測事實上是非常昂貴 那如果要探測颱風前後的變化 它也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它不能靠近 不要說颱風 任何浪大到一個程度 船就不能靠近了 所以他們的設計呢 如果是要做我們這一種研究 那時候剛剛那個ITOP實驗的探測 它是要做非常嚴謹的 我們大氣的預測 知道颱風要往那邊走 那它要在颱風往那個方向走的前二到三天 船就已經要到那個定點 去佈置各種探測儀器 然後他們就要閃 然後等颱風經過 所以這是一個有一點部分 是像釣魚一樣 那如果颱風最後不去那些資料 還是量了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量到想要看的資料 所以目前是在這種情況進展 不過在這幾個國際的大實驗呢 它通常就是未來天泉 它就佈置好多點 連成一條線的一個資料網 讓颱風不管從哪裡經過都會量到颱風周邊的資料 特別是颱風經過前海底怎麼樣 經過時跟後海底變成什麼樣子 那都量到的話就可以有結果 那這個結果 因為這量測在一年快兩年前才完成的 目前正許多科學家正在從事這個研究工作 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的前衛 而且也非常 將來應該會有很多新的成果可以介紹 我今天沒有談成果的 這個部分的成果 那如果要做一個大面積的量測 在海洋上面有可能進行嗎 對啊 海洋現在也有一些自動的儀器 可是它做的量測的目的呢 我舉例可能說 現在有一些有一個量測儀器 叫做Argo 這儀器非常特非常有趣 全世界現在已經佈置了數千個 在全世界不同的海上 可是它的缺點是它沒有矛盾 所以它會飄 所以你沒辦法控制它在哪 最後呢 經過一段時間之內 所有的都會飄到岸邊去 都沒辦法留在海上要的地方 這沒辦法就只好再放 那它呢 它會因為每天日照等等 它會有一些密度的改變 它就會沉到海裡面去 那就量海裡這樣 然後時間 一定時間它又浮上來 那浮上來的時候 就量了整個這個垂直的一個資料 然後它浮上來的時候 它的天線就可以接收到衛星的訊號 它就可以傳資料到衛星 把資料傳出來 是有這樣的量測 所以不同的科學家 的確在設計不同的量測儀器 幫我們解決 這個不是船可以解決的問題 它可以用船去佈置這種儀器 然後就讓它在海上散步 然後就可以量到很多 還有上下起伏就可以量到資料 那比較積極的做法 在我們那個實驗裡面是用飛機 因為船有時候比較慢又比較有風險 用飛機飛到颱風的附近 從飛機那飛機要飛得比較低空 大概只能飛在1000公尺 或是300公尺的高空 在那樣的條件之下把儀器投下去 那那個儀器投到海裡面之後 海洋的儀器就會潛下去探測 那幾天後那儀器還會回收 因為儀器非常的昂貴 那這樣也可以探測 可是這個整個設計需要非常多的 包括工程的技術 可是都有人在發展 特別是在先進的一些像美國這些國家 有很好的這種設施在做這種研究工作 那我們國內的海洋界也有相關的 不錯的這樣的一些研究的一些經驗 所以做了這個剛剛的那個國際合作 好 那繼續 好 最後一人應該用那個麥克風 那個在預測台灣地期的那個颱風 好像台灣有在做 日本也有在做 美國有在做 那那個七項的資料好像各國都有在交換 但是常常那個預測出來好像 每個國家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這個原因是在哪裡 那台灣在預測台灣附近的颱風的路徑的時候 台灣有沒有什麼樣的優勢 那第二個就是說 好像過去幾年來那個颱風 經過台灣地基的那個颱風好像比平均數是小 少 然後那個好像聽到那個強烈颱風的那個機會 好像也比較少 那個原因是怎麼樣 那麥拉克卡可能是因為複合式的原因 但是感覺到那個數量會比較少 好像跟那個 那個剛才您提到一個寫者的統計好像不太一樣 不曉得是怎麼樣 好 我先從後面第二個問題回答 事實上剛剛你提到說 是不是一些颱風的活動 經過台灣的頻率或者是強度或特徵 在過去幾年是否有一些統計性比較有意義的變化 這個事實上颱風本來在大自然就有它一定的變異 那在年與年之間就有一些變異性 所以如果你用很短的角度來看 這個統計的意義不見得是非常有特別的意義 換句話說 我們目前其實不太知道是否有這樣明顯的變化 那有些需要您搶的一些這些點 可能需要更精確的統計數字我們才知道 不過比較明確的是科學家其實是的確很了解 比如說我們在熱帶的海洋會有所謂聖音的現象 海溫會有變化 當這些每隔幾年變化發生的時候 颱風的發生區域跟它的一些活動的確就會改變 那這些我們已經有比較多了解了 那針對靠近台灣的這個部分的改變 事實上我們的統計數字比較沒有一個明顯的年紀的 或多年間的變化 這個我們比較不明確 那另外那個需要更多的研究 那回到您剛剛一開始提的這個問題 各國的預測呢 的確全世界的氣象資料 在WMO的架構之下 就世界氣象組織 是完全open交流的 那所以全世界人都可以做預測 每一個國家的所謂的官方的氣象單位 可是每個國家有自己的電腦模式 所以它的預測結果不完全會一樣 這是因為模式的設計 跟它資料怎麼進入電腦模式的方法不同 答案就會有所不同 那有時候大家的結果很一致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這個颱風很可能就很好掌控 可是當大家都差異性比較大的時候 就凸顯那個颱風有比較高的不可不確定性 那每個國家最後要做人為的判斷的時候 的結果就有可能會出入 那我們台灣有什麼特別的所謂的advantage 或是優勢呢 基本上當颱風非常靠近台灣的時候 通常我們台灣所做的颱風的位置 以及它的附近的移動的分析 會比其他國家來得更精確 因為它在影響台灣 所以我們的投入會比較所謂的特別多人力 那比如說日本它也在關心 可是因為不自在它的國土 它就是按照一般的正常程序處理 所以有一些 那還有一些我們台灣局部的雷達等等的 那個很細節的資料 我們的氣象研判人員可能用的量就比較高 那在其他國家 因為他們沒有第一線看到這些資料 他們可能就沒有用 就會略有差別 那所以統計上來講 目前整個西北太平洋 各個不同的 從美國、日本、香港、北京、韓國等等 到我們中央氣象局 的這個颱風的預測的總平均的水準呢 台灣基本上 如果談預測最後的水準是 大概都是同一個order的 差不多上下的 沒有特別的 就是說大概都一樣的水準 那這個水準 目前大概一天的預測的平均誤差 大概平均大概90到100公里 所以這對別的國家像美國可能不是大問題 因為大 對台灣問題就很不小了 因為呢 我們預測要到花蓮 可能在台東也可以在宜蘭或台基隆 再加上我們的放假是以限制為單位的 那更細了 都在這個預報的誤差範圍 這是我們的困難之處 所以我把剛剛的問題留給那兩位 兩位前輩 好 好 那最後一個問題 還沒有的 有沒有最後一個問題 好 謝謝吳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講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 因為我們在台灣 從小就接觸颱風 那從小聽到的颱風 也是那個吳教授一開始就講的 就是颱風帶來的災害 那我一直都非常的好奇 既然颱風帶來的災害 威力都這麼大 然後 相信它也有這 這麼大的能量 那有沒有辦法 把這種颱風的能量 轉變成對人類有益的動能 好 謝謝 謝謝你這個簡單來講 我們先講風能好了 是的確 我們在台灣西部或北部沿海 有一些所謂的這個 那個windmill 那這個轉動的時候會產生電能 可是它目前的這些東西的設計 它基本上大概風速都要在一定的風速以下 事實上超過一定的風速 基本上對它的機具的運作就有危險 它可能會斷裂等等 它就不能運作 所以這個颱風的這個強風 在那種條件都完全是要關機的 所以用不到 那這可能是受限於我們現代的科技 對於這個颱風的這種這麼強的爆 這麼強烈的這個風速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沒有方法把那個能量把它用出來 的確是非常可惜 可是目前我也還沒有聽說這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轉換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想像事實上 比如說水庫平常蓄水可以協助發電嘛 可是事實上當颱風來的時候 有時候是要趕快排水 所以根本也沒辦法做這些很多的操作 所以這一種屬於很猛烈的劇烈的 這一種東西的確要怎麼用它 我個人來看是還需要很大的 就是還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才能到那個層次 可以把它從負面轉化為正面的一些能量等等 那目前有一些科學家想到的是說 像黑草這麼一股這麼強的海流 是不是也可以部分轉化成電能 那不過這些都在規劃的階段 那所以這些議題的確是科技的挑戰 現在只能這樣講 好 那時間到了 我們這個非常謝謝吳主任的精采的演講 我也帶他邀請你們改天去台大找他玩 他們台大氣象系就在那個公館捷運站出來 大概100公尺左右的地方 那裡陸名堂那附近非常漂亮 你們可以去找他玩 好 我們謝謝吳主任 謝謝